多謝主席 日前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號 向澳門市民送大禮 表示中央將推出19項威傲的政策 包括 在澳門建設蒲羽系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 支持澳門打造有國際影響力的匯展品牌 和粵澳遊艇自由行等等 以推動澳門一中心一平台的建設 促進澳門經濟發展 這些都表明了中央政府對澳門高度的重視和支持 認為澳門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 因此 特區政府應結合本澳獨特的優勢 盡快研究出台措施 和提升執行能力 用好用足國家給予澳門的各項優惠政策 近年來 雖然特區政府施政水平有較大提升 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然受到社會公眾的質疑 例如輕軌工程嚴重超時超支 雖現時哄濟段有望落成 但整體走向 同於澳門銜接 至今未有具體方案 遂之輕軌的落成啟用 標誌著澳門整體公交系統的重大轉變 如今這些轉變 卻依然遙遙無期 而上樓難和搭車難的問題 更是困擾本澳市民已久 但公屋和交通 卻遲遲未見有改善 除了影響市民的起居出行 更涉及到本澳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 建設承載力的問題 故此 特區政府是否能有效落實 中央推出的19項維澳政策 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水平和執行能力來說 是一項巨大的考驗 特區政府應盡快對中央推出的19項優惠政策 維澳政策是設定具體落實的時間表 並定期向公眾公布有關的政策 執行的情況等資訊 以便公眾監督和提供意見 達成社會共識 創造出全民參與 各界配合 這些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環境氛圍 形成萬眾同心 全民共進的時代氣息 除了在社會上形成廣泛的共識外 各級公務員 亦須正確並深刻理解中央的政策 先可真正在執行上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令中央的維澳政策真正能從上而下 圓滿和高水平地設實執行 中央政府給予澳門的各項優惠政策 是澳門發展的巨大機遇 特區政府必須珍惜和充分利用 不要辜負中央對澳門的期盼 使一國兩制 在澳門的實施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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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